我想要问你这个世界 它在这儿顶级黑行凶杀人 发布共产党的杀人法是有成功武器 很明确的 你知道杀人一口的时候 从08年开始 发动反人类反革命暴动 出生了以后再发动 你看光上成这样了 我们什么都没说 你看那时代还结束那历史就这样 你该走得走 天荡无形 这真是刚才那个流氓说的 天荡无形 国犯无形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在那儿强行造假 抢到限制利益 这个张学南还是两面三刀 在之前这事已经结束了 所以紧跟这个 这个社会陷入了一种 暴云暴乱的状态 完了开始大量的 溃淘溃败 大量溃淘溃败 那么他现在胡理网的华语圈那边 都在共产党一边 这个宣传军总是非政治 他始终要在官方上确认我们 他真是有那个正常权益 那是什么呀 啊 他好像听闻 那么在张学南之前就结束的情况下 为什么从 纳入 就战争动员 为什么战争动员 然后紧跟着在历史阶段 原子弹引爆 塔克拉麦干中子弹 原子弹轻弹引爆 然后他的海量的 水雷的铺泼下来 所有几百年的核心下水雷的铺泼下来 你发现多少你到多少走 好 紧跟着军队都必须 立即调动了 马上他最后到了五百羊的这个程度 你懂吗 马上战争动员就开始了 你跟这时候不去对话 因为我们本人没有义务跟着打关系 让他干什么 那紧跟着军队就开始了 为什么在历史节点 你的原弹引爆 水雷铺着它 有多少事 有十几百人铺着 完了呢 轻弹中弹原弹引爆 准备军队的开始 反正你台湾不能泄露 死了一半 反正你现在为了解决这问题 他要胡想瞒谈 你就必须由外国军队接管 民国反应共产 共产反应共产 你外国军队必须 依照一样的协议进入中国 彻底清凉 否则根本无法解决 就这么个东西 所以你该死多少什么水 你不会的多少人 你走什么 问自己 毛和元旦清凉 包括对美国本土的 你有没有回答 没有 那你走什么 下来是军事党进去发什么 我看到现在你是不是在顶尽很想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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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个海湾 海湾就进入这个 这个新疆 这个新疆 那加拿大都得去哪 巴西 你东北 你东北 你东北是要去接管西藏 把西藏呢 第二个那个 童巴西 包括你元旦处军 包括法轮功 有海湾的合作人 有机会 你第二次查询 你能够了巴巴 就这种犯罪 启 这个 人也发挥了 什么 这顶尽很深 我突然说 我最近à 我跟你说 你谈不上任何一样的事 这种东北都不严 你这种东北都不严 你现在东北去哪 不行 再次发布国际经历 没有特律 就没有特律 不准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